小朋友喜歡玩 其實成年人一樣喜歡玩玩具 市場形容他們為Kiddo Kiddo的市場潛力不容忽視 有玩具零售和代理商 就在疫情下繼續投資開新鋪 建立新品牌和新系統 在他CEO眼中見到的是機會 有機會當然要投資 在這個疫情下 我們線下的生意是受打擊 所以我們要立即作出適當的反應 我有一群很信德過的團隊 很年輕的團隊 他們在Omni Channel的發展 覺得我們要即時去做 做得要快要準 我不介意去投資下去 因為這個是幫助我們生意的發展 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打擊只是很短暫 海之樂國際向股最為人熟悉的 是在內地和香港代理LEGO 大約五年前 在朗豪方開設LEGO店 更加成為全球成績最好的專門店 去年九月中 在朗豪方開設主攻創新潮流 和收藏玩具的KK Plus 主打Kiddo市場 即是同心未敏的成年人 我們一直之前都在想 將來做甚麼 疫情一來 加速我們的發展 很多人在家裡沒有工作 玩具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李先生說 潮流玩具文化 香港比內地始終快一點 所以才在香港設立新品牌 另外 他亦加快建立網點 投資數碼轉型 利用科技吸引人流和銷售 例如去年尾加入OmiChat 將不同社交平台 即時通訊平台 以及網站上的查詢 集中處理 協助銷售員即時回應顧客 以及查詢付存 即是說 銷售員在營業時間內 都可以繼續做生意 李先生說 新系統用了大約兩個星期 已經做了大約60萬生意 不過 他相信未來實體店 仍然有存在的價值 始終實體店 我們不會忽視 網站怎樣厲害 始終人與人的接觸是很重要的 建立新品牌和開店外 海之樂去年年尾宣布 與騰訊視頻和原力動畫合作 負責動畫劇集的玩具授權 和衍生業務 未來會爭取更多品牌代理 增加內地銷售點 以及開發更多知識產權角色 疫情下仍然加快發展步伐 靠的不僅是眼光 李先生認為想成功就要有誠信 又專注 不做炒賣 減少借貸比率 還要相信團隊的能力 Focus on我們主要的業務 就是不會做投機的生意 在我們能力所有之下 去做好我們的生意 我很相信我的團隊 FREE HAND 讓他們去做 他們應該做的事 當然要看成績 金白營商有計 居家抗疫解悶變出商機 KIDO玩具市場潛力大 FREE H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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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